偷税罪现在已经修改为逃税罪 逃税罪有立案标准 偷逃税额在五万以上 占各种税种应纳税的百分之十以上 或者扣交义务人采取欺骗以外等手段 再或者 因逃税行为受到两次行政处罚 又逃税的行为 这些都是立案标准 之前因为逃税受过刑事处罚 或者被税务机构处以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 又逃税的行为也要立案 钱哥应该是没有的 逃税罪的主观要件是故意 应该是 你看看 这上面呢 有逃税罪的认定标准 分别是处于三年以下 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即发金 两个要点 数额和占比 所以呢 具体的情况还要具体分析 现在令堂那边呢 情况不明 我们也只是了解个大概 你所要做的就是 了解一下令堂是不是处罚 如果是处罚 再加上能够及时补缴 直纳进发金也能够及时交上 在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 只可以酌情甚至是面罪 我知道了 您让我想想周旋一天的时间 好吗 好 没问题 下周一上班之前 你做出绝对就好了 谢谢您 何律师 喂 你不能谢我 你要谢的是一夜走 何律师 有个事 其实我有点难以启齿 好 你说 我爸妈多年 一直感情不合 我担心我爸 会 茂然地转走公司资产 让我妈出狱的时候 人财两工 我想知道转移资产 有哪些途径 并且该怎么读 如果是由令尊 易受掌控公司的话 他完全有多种 简单及合法的方式 将资产转移出去 并且会做出一大堆 需要共同负担的债务 除非你能查出公司失误 我对他们公司也无一无所知 感情不合那 确实是个大麻烦 如果你不能 对令尊施加影响 再加上 这些补税呀 支纳金呀 罚金呀 这些东西 估计你父亲 也会恶意地忽略掉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我怀疑 你明告发我妈的 就我爸 和律师还有什么 其他办法没有 令尊施能够告发自己公司逃税 而且还能够逍遥法外 这说明她是一个 对法律吃得很透的人 或者是她身边有高餐 这也说明她已经把所有 能入洞的手脚 全部都已经做圆满了 回来了 回来了 怎么样 这个戴维就是个傻小子 一见到我呀 那脸红的呀 像烤大虾 我本来啊 想当她的面 好好啊 摸一摸她爸妈妈的皮 一看她那样 我心软了 下不了手了 把你的爱心保温早餐拿走了 开心吗 刺激了 惊喜了 激动了 你是不是一高兴 把你的长远之计 都泄露给戴维了 这怎么可能呢 不可能呢 你要是敢说出去啊 你看那两个小子怎么对待你 一个傻小子 一个傻丫头 他们俩加到一块 都不如戴维他爸妈妈一个手指头厉害 没办法 只能咱们偷偷地替他们把脏活干了 我们一不谋财二不害命 有什么对不起两个小的的 大忠若奸 说的就是你 今天人果然很多 就这一条去换了骨的专线 又赶上周末 肯定是人山人海的 就济哥 最近也 Houza 曾珍给我发的五百颗型红包 算是给你的咨询费 让我转给你 随便